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历代至上第七天 历代至上七章一至四十节 嫩的儿子约书亚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亚述、申伦 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亚、耶勒、亚迈、 易博善、士姆利 都是陀拉的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到大卫年间 他们的人数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加勒、厄巴迪亚、约尔、伊士亚 共五人都是族长 他们所率领的 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 共有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七汉子众多 他们的族弟兄 在以撒加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共有八万七千人 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耶迭 共三人 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靴、耶利摩、 以利共五人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 比杰的儿子是西米拉、约阿师、以利一谢 以利约乃、岸利、耶利摩、亚比亚、亚拿图、亚拉灭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耶迭的儿子是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是耶乌师、便雅敏 以乎、基拿拿、戏坦、他师、亚西沙哈 这都是耶迭的儿子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 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 还有以尔的儿子舒平、护平 并亚黑的儿子护神 拿普塔利的儿子 是亚靴、乌尼、耶瑟、沙龙 这都是比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 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 又生了激烈之父马吉 马吉娶的妻是护平 舒平的妹子名叫马家 马拿西的次子名叫西罗菲哈 西罗菲哈但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马家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皮利斯 皮利斯的兄弟名叫士利斯 士利斯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是比旦 这都是基列的子孙 基列是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 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 生了伊施河 雅比以谢、马拉 士米大的儿子是亚县、士剑 利克西、阿尼安 以法连的儿子是舒提拉 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 比列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 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撒把 撒把的儿子是舒提拉 以法连又生以谢、以列 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以法连为他们悲哀了多日 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 以法连与妻同房 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 以法连因为家里遭祸 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 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 就是建筑上伯汉伦、下伯汉伦 与乌县舍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西 利西的儿子是塔拉 塔拉的儿子是塔喊 塔喊的儿子是拉旦 拉旦的儿子是亚米胡 亚米胡的儿子是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 嫩的儿子是约书亚 以法连人的地业和住处是 伯特利与其村庄 东边拿兰西边基瑟与其村庄 世间与其村庄直到加萨与其村庄 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 伯善与其村庄 塔纳与其村庄 米吉多与其村庄 多尔与其村庄 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 住在这些地方 亚瑟的儿子是因拿 亦施瓦 亦施维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 玛杰 玛杰是比萨威的父亲 西别生亚弗勒 朔默 和坦 和他们的妹子舒亚 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 宾哈 亚施法 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 朔默的儿子是亚西、罗加、耶护巴、亚兰 朔默兄弟西连的儿子是索法、英纳、士利斯、亚摩 索法的儿子是舒亚、哈尼弗、舒瓦勒、比利、英拉、比西、和德、山马、施沙、亦兰、比拉 一帖的儿子是耶弗尼、皮斯巴、亚拉 乌拉的儿子是亚拉、汉尼耶、利谢 这都是亚瑟的子孙 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 也是首领中的头目 按着家谱计算 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二万六千人 第七章 记载以撒加、汴亚敏、拿弗塔利、约旦河西之马拿西 以法连以及亚瑟等六个支派的谱系 汴亚敏的家谱在此只有简略介绍 待至第八章时则会有详尽的说明 整章的家谱可能只有一个名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第二十七节 嫩的儿子是约书亚 圣经中约书亚的故事就是随着摩西开始的 在出埃及记里 约书亚有个身份就是摩西的帮手 或者是伺候摩西的 因此当会幕完工之后 约书亚是除了摩西以外最常待在会幕前面的人 也是立位支派以外最靠近会幕的人 约书亚究竟是谁 他怎么会成为摩西贴身的侍纵 他如何成为领军的战士 最后竟然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 圣经中的家谱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供 摩西的旁边久了 自然而然就得到上层的青睐 也得到摩西的真传呢 基哈西也同样在以利沙的身边服侍多年 但最后既没有得到以利沙的恩高 也无法成绩以利沙的直至 反而是换来一身的大麻风 看样子也不是跟对人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关键究竟何在 明书记三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 告诉我们约书亚能够鹤立鸡群的理由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尼洗足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约书亚既没有显赫的身世 又没有因为摩西而多得到什么特权 他之所以能够承担重责 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 乃是因为他专一跟从神 而且是早在他伺候摩西之前 他已经是专一跟从神的人了 弟兄姐妹 我们都非常平凡 但我们也都可以学习专一跟从神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将约书亚的榜样 启示给我 我可慕成为专一跟从你的人 求你帮助我 也帮助所有的基督徒 认真学习 专一跟从你 阿们 到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 一章十三至十五节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亲爱的天父 你是圣洁 我应当谨慎自首 约束己心 专心盼望耶稣显现所带来的恩典 我曾经在愚昧无知中放纵私欲 但现在我愿做顺命的儿女 不再效法过去的样子 你照我来 我也应该要在一切的行为上圣洁 主啊 我愿意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约束我的心 在行为举止和心思意念上更像你 愿我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 感谢主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